秋冬季節到了不少吉普車友 趁著膝床進入枯水期 開車進入山區郊遊 不過就在溯溪的過程當中 有輛車疑似被溪流強大的衝力給卡住了 結果瞬間拋錨熄火完全無法動彈 其他的車友健壯敢去救援 卻一輛一輛的跟著翻覆 當然終於一輛車上還有小孩 幸好及時從車窗跳出來逃生 那麼最後總共有四輛車都翻覆溪底 我們帶您看看這驚險的場面 一輛紅色積物車卡在溪底拋錨 動彈不得 同伴自告奮勇前往救援 沒想到 車身不敵湍急溪流的強大衝力 直接九十度側翻 一圈 兩圈 三圈 就在千軍一髮之際 車上駕駛跟乘客兩個人匆忙 從車窗跳出來逃生 就差這麼一點點兩個人差點受困滅頂 一同出遊的車友目睹翻車過程 簡直嚇賞了 這個時候又有另一臺車被水流沖走 水流他說 水流他說 阿浩 阿浩 西補車順著溪流被往下沖至少五十公尺 這時候駕駛轉動方向盤 往後倒退卡在溪床陡坡 就被往前衝刺脫困 才剛起步車身卻像氣球一樣 整個漂浮起來 左搖右晃失去控制 最後往側邊反覆 小孩在那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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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心車上的小孩發生危險 其他車友趕緊發動吉普車 二話不說 衝下吸體救援 索性翻覆的吉普車車窗沒有鎖死 小孩跟爸爸一起爬上吉普車的引擎蓋 順利脫困 幸好幸好 現場還有其他車友協助把人救上來 至於翻覆的車子被拖上來的時候 車體已經扭曲變形 為了救援一臺拋錨車 導致三臺車接連翻 真的是驚險萬分 動聽新聞 潘經緯 蔡林漢在台中的